欧盟计划批准合成肉的销售和生产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在欧盟批准了昆虫面粉之后 蟋蟀面粉已经在超市销售了 就在近日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 在罗马会议公举行的第九届 意大利农民经济会议上的讲话表明 在未来几个月内 除了昆虫食品以外 其他实验室新型食品的商业化需求将陆续批准 欧盟可以接受实验室生产的食物 只要它符合我们的营养标准 这些实验室食物 包括了蟋蟀面粉 合成肉 紫外线蘑菇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意大利开始销售蟀面粉之后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已经批准了一种 从动物细胞中提取合成的肉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而欧盟也正准备紧随其后 予以合成肉批准的绿灯 但是这一消息 立刻令各个农业部门及其工人为此感到担忧 合成肉与我们对食品的理解背道而驰 他否认了我们农业和畜牧业产品的价值 农业畜牧业一直是国家和领土的象征 会议主席如此说道 然而反对生也无法阻止人工合成肉的扩张 从2016年诞生到今天 合成肉的实验室从13家增加到了117家 其产量到2030年可以达到210万吨 在人造肉的市场已经获得巨大的投资 高达13亿美元 不过目前 合成肉因为需要投入非常高的成本 以及花费时长比较长 无法达到大工业规模的量产 所以暂时无法威胁到传统农业畜牧业 合成肉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 是因为它是人工提炼制作的 所以比农场的肉类更加的安全 减少了动物之间的病毒感染 以及肉在屠宰切割中产生的细菌感染 降低肉中胆固醇以及抗生素的成分 可以很好的控制口感 脂肪和热量 同时它也有与天然肉类相同的营养成分 人工合成肉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 它和畜牧业的共存 事实上并不存在矛盾 追求天然口感的时刻 更愿意选择天然的农产品 而对于高血脂 高胆固醇 以及健身的人群 人工合成肉是一个令人放心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